牠好美喔 牠好有氣質喔 你是射牛小貓耶 我們家三隻貓看到牠就會 罵牠是道具貓 為什麼 牠性格 牠也好像假的 我們家養狗的對貓 我不知道要怎麼跟貓玩 我好怕貓會抓人 牠好親切喔 你好 茶花 所以小米妳平常是很愛茶花嗎 這幾年突然開始喜歡花 我也喜歡花 你們擅長的方向就是瑜伽 我就愛運動啊 就是愛植物 就是我有一個朋友 就是很Master 就是那個孕婦瑜伽的書也是他寫的 還有在專門在日本 跟很厲害的老師學茶花 在加拿大學那個身體運動學 後來我請他來給我們舞團上 瑜伽課 就會發現哇 就是那個角度轉換過來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 就是感覺妳每天都在增長知識 但同時身體又很愉快 他每次說話的時候 都會讓妳有一種非常想要的聆聽 對 我覺得 人只要修煉到一種程度 你就會 在他們那種人身邊 你就會覺得很舒服 中國其實古花道也是這樣 就它是比較那種禪宗的感覺 對 我們待會兒可以去玩一下 那邊有好多 好 有咕嚕啦 咕嚕啦 咕嚕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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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的 她已經 開始 對 毛已經在妳身上留下了 我習慣 妳知道我 我不是經常出門的時候就滿身的貓毛嗎 一開始我覺得很困擾 然後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妳要想 這是妳的小貓 在妳身上留一些 她們的一些毛髮 她們是為了讓妳出門 不要被欺負 證明妳是有小貓罩的人 哇塞 怎麼那麼會聊天啊 然後從那一開始 我就 我就再不用 再不用摘毛器了 至於妳了